哈喽,这里是做我黑舞剁手笔记的第二单衣服跟饰品 我们先说说衣服,然后再说饰品吧 衣服我是在UNICO跟American Eagle买了一些 但是应该是之前我想先说的是我在阿里巴巴上面买的衣裳脱鞋 实在是太可爱了,大概好像是15块钱吧 就是邮寄时间比较长一点 但是它应该是Hello Kitty里面其中一只狗 然后这只狗在穿着老鼠的衣服 我们先来说说UNICO买的吧 我买的第一是两件一模一样版型的针织衫 这就是他们家的3D针织衫 然后是一条是米白色的 还有一条就是橄榄绿色的 这两条我都是买小号 一般我是在UNICO里面是穿小到中号的看衣服的款式吧 这两条买小号都是非常适合我的 然后这条就是第一条米色的UNICO3D针织衫 你可以看到它的袖子这边就是靠手的是比较紧的 然后往上面走到肩膀这边呢是比较宽的 然后我觉得这条我比较喜欢是穿这种高腰牛仔裤 然后把它系到里面去 我觉得看起来比较精致 但是你拉出来也是非常休闲 非常好看的一件 它的领口呢是稍微有点宽的 所以这边可以衬托你的 这边就要color bone 不知道中文怎么说 然后我觉得下面就是配了这双小的高跟靴子 我觉得这样子是非常好看的 拉出来的长度大概就是到这边 这条绿色的也是非常好看的 我买的是就是同款 然后穿上去感觉大小啊 版型啊都是一模一样的 它这橄榄绿呢我觉得做得非常好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不适合穿绿色的人 我一般穿绿色呢都是会连也都显得绿色 用阴阳怪气的这种感觉 但是这个我穿完全没有那样的感觉 我觉得它这个版型做的是非常大众化的 像我就是比较偏胖的人 我觉得穿起来都是可以的 还有就是这两个颜色 在网上买的话 我看到是有六七种选择 我觉得试完以后我是非常喜欢它们的 我非常非常想把所有的颜色都买回来 但是因为家里真的不需要这么多同样款式的衣服 所以就忍住没有买 接下来一条呢是这个外套 它是防紫外线再加上防水的外套 它也是有附一个小的袋袋 你可以把这条衣服约进去放在袋袋里面 所以平常的时候你把它放在你的后备箱 或者是包包里 随时水地下雨 虽然我们这边也不下雨地下雨的时候 拿出来披上去是非常方便的 这条颜色呢它是说light gray 但它其实不是是鱼墨色的 它是上面有一点点这种很随意的花纹 这边就是由妮可刚刚的防紫外线的外套 它是非常非常薄的 如果我是里面穿有花样的衣服 你把这边遮上去 你还是可以看到下面的图案的 它里面有这种比较大的镂空的袋袋 你可以把它给的就是放衣服的小包包放在里面 这样子就不会掉了 右边一个也是一样的 然后外面还有两个加油拉链的口袋 后面还有一个帽子 这一条的花纹呢它是主要是白色的吧 但是它是偏一丢丢蓝色的白色 然后上面你可以看到有非常淡的花纹 有白色的还有黄色的 我觉得这条总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 你这种衣服如果外面有太阳的话 你去散步的话外面披一下这样子 我觉得是非常方便的可以就是帮你保暖也是可以放紫外线的 还有一条买的呢是这个毛绒绒的外套 我买的是淡蓝色 这条其实是中号的 因为我这条是想放在家里穿 所以买大一点也无所谓 我现在里面可以穿很多东西很保暖嘛 它是没有帽子的 但是它是高龄的 前面是有一个塑料的拉链 它可以一直拉到最高点 这样子你的脖子也不会受凉 这条在网上买的话是大概有十几种颜色 可以选的吧 最后在UNICO的上衣就是这条毛绒绒的外套 这一件我买的纯粹是就是居家服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穿的 这套左右都是有口袋的 然后拉链是那种塑料的拉链拉起来非常好拉 所以这一套我是不会穿出去的 但是在家里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柔软 非常的舒服 而且有口袋就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最后在UNICO买的是这条紧身的裤子 这条它是说light grey 但是里面是有一丢丢紫色的 它是介于在牛仔裤跟紧身裤当中的 可以看到它就是版型是牛仔裤的 但是它的材质是非常非常柔软 然后就是可以撑很大的那种 它前面有一个扭扣 但是这个扭扣其实是假的 你是没有办法把它解开 这根眼是没有拉链的 我买的是28到29inch的腰围 我试过它是可以穿的 但是我觉得它的弹力有点过于好 它是说可以28到29的腰围 那么我的腰围也是在这个里面的 但是呢它是非常有弹性的 而且它是有弹性的时候 而且是弹力蛮大的时候 是28到29的腰围 所以你穿上去整个会拉得蛮开的 有一个缺点呢 就是它拉得很开的时候 它其实是会有一点透明的 虽然这样子看 你看不出什么 但是你穿在身上把它拉开的时候 你如果底下穿的比较深的 或者是比较厚一点的内衣的话 你就可以看得到它的花纹 也是看得到它的纹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 它的尺寸不是很准确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 不是在很扯的情况下 28到29的腰围 你扯这么大28到29 我下面的东西都看得见 如果这一条呢 我买的是更大一号的尺寸 我觉得是可以穿的 但是28到29 虽然我是这个尺寸 它拉得实在是有点太厉害 我没有办法穿 这条就是Nordstrom买的衬衫 它的袖子是蛮长的 一直到我胳膊这边吧 然后右边也是一样的 有三个扭扣 然后最下面就是你这边可以打截的 我觉得打个蝴蝶截是不够的 你可能顶多这样子打一次 最多最多打两次 但是我觉得打一次就可以了 这条呢是比较有透明感的吧 所以我建议如果没怎么样穿的话 下面还是要穿一件打底的Tank Top 这条衣服呢它是比较高腰的 所以你如果下面再穿一条打底的 你可以把它塑在牛仔裤里面 这一套我觉得就是配牛仔长裤 或者是配牛仔短裤都是很好看的 接下来我是在American Eagle买了三条紧身裤 它们的紧身裤网上就是 一般都是蛮好评的嘛 然后这次又是网上所有的紧身裤打五折 所以我就一口气买了三条 之前呢我是没有穿过它们的紧身裤 我喜欢的紧身裤呢 其实是在Forever 21买的 然后也是穿了好几年 价格便宜大概20 大概20到25块钱 它们的好像货色就不太一样 我一直没有找到我以前很喜欢的那一款 所以这次Chan American Eagle打折的时候 我是想试一试它们家的紧身裤 那买了三条平均合下来的价钱 在打折以后是25块一条 25块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 平时要买50块一条 我觉得50块一条除非是 我知道是很好很好的 否则50块一条我是比较难下手的 买了三条其实在镜头前面不穿的话 看上去是差不多的 三条我都是买了6S 第一条叫warm up 第一条上升之后的感觉 它的高度大概是到中腰这边吧 然后我的是买短号的 所以到我脚跟这边其实是正好 我大概是1米6 然后两旁边都是这样子的 然后仔细看的话 它旁边的口袋 我觉得位置坐得稍微有一点点太低了 如果你要放手机进去的话 它是会这边拉下来一点的 所以可能再高个大概1到2个inch 我觉得是更加好的 然后可以看到它的黑色还是蛮深的 应该是看不到你里面穿的 所以这条穿出去在家里 或者是你只是单纯想来做运动的话 都是可以的 第二条叫the hugger 这就是第二条 其实它的版型跟第一条是差不多的 只是材质有点不一样 它摸起来的话呢 是比第一条还要更柔软 伸展性比它稍微再强一点点 就是它的材质的光泽感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完全雾面的 第一条看起来稍微有一点点的亮亮 这一条就是完全没有 它也是黑色的 但是因为就是没有亮度 所以看上去是有点深灰的样子 旁边也是左边右边都是有两个口袋的 跟第一条的位置是在一样的地方 我个人是喜欢比较稍微有一点点亮亮光泽感的材质 所以我是比较喜欢第一条的 但是我觉得这一条也是不错的 你也可以就像刚刚各种场合说的 可以穿它 第三条是叫gold 然后它是7%长度的 两腿侧面就是可以有镂空的这样子 前面两条我觉得6S你就是跟着你原本的尺寸走 最后一条就是7%的那一条 它的材质是做的比较紧的 所以这一条我觉得你可能往上面走一号是比较适合的 这边就是第三条看上去是跟前面两个差异最大 因为它腿的两旁边都是有这样子比较镂空的材质 右边也是一样的 还有一点不同就是它没有口袋 其实我买的时候我是以为三条都是有口袋的 因为我觉得有口袋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这条没有口袋我觉得稍微有点可惜了 唯一就是我觉得这一条呢 它要比前面两条要紧蛮多的 虽然是有弹性的 你一般拉一拉就可以进去 但是我觉得可能要买的话 你这一条版型的要往大一号里面去买 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这个没有前面两条好 就是它腰围这边是跟前面两条是一样的高度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条你穿在这边 你人大瘸的时候 它会自己就自动卷起来 然后卷到你肚子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比较不太好吧 但是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或者是你的可能这边腹部没有这么大 应该就是没有问题了 说完衣服我们接下来聊一聊买的饰品 其实这次饰品买的也是蛮多的 有Pandora家 有KC家 还有Anna Luisa的 Pandora家 其实我是在官网上看到它有打六五折还是七折 但是呢我又在另外一家首饰店叫Reeds 找到同样款式的Pandora 然后Reeds也是Pandora认同可以贩售它家首饰的店 我有在Rackleton返利上看到Reeds有百分之十的返利 而Pandora它的官方网站只有百分之二也是三的返利 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在Reeds它家买了Pandora的首饰 整个买跟收的经验还是非常顺的 当然我也是买得蛮多的 好像是超过一百块还是一百五 它就是有两天就进到你家的这种服务 而且是免费的 所以收到是很快的 唯一一个缺点 我不知道你们在不在乎这件事 我个人是不在乎 它卖出来的Pandora首饰 它不是放在Pandora的珠宝盒里面的 如果你有买过Pandora的Jullion 你就会知道它家的珠宝盒其实还是不错的 我也有收一点点 所以如果你在乎一定要是Pandora家的珠宝盒的话 你就不要再其他商家买 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把自己的珠宝盒换进来 我个人是不介意这一点的 所以对我来说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而且我也是宁愿要百分之十的返利 不愿去收这些珠宝盒 反正因为到头来我自己是有自己的珠宝收纳的 我不需要这么多珠宝盒 这条是我在Pandora它家买的手链 这款应该是今年啊 是2020年冬季新推出来的 它是玫瑰金 这边的closure呢 它是圆形的 上面有香水晶 然后在最上面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像皇冠的东西 这条呢 它是可以从下面打开的 但是因为是比较新的嘛 所以这个钮后是比较紧的 打开它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是新的 所以还是闪闪发亮的 这条我觉得戴在手上是非常好看的 唯一有的缺点呢就是它整条上面是没有threading的 不太知道中文的threading怎么说 但是如果我给你看我以前买的Pandora的手链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一些纹路 然后这个纹路呢 你上面挂键的话呢 它就是没有办法突破这边的threading 所以呢你可以控制至少大概控制上面的挂键停留在哪里 所以你看我这条手链上面有五个挂键 但是因为我把它都放在这边 然后这边又有一个threading 像这个挂键它是没有办法滑下去的 所以穿起来都是比较方便的 你打开这个钮扣的时候 有可能所有的东西都不小心突然的滑出来 所以我觉得有这个threading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这一条呢它上面是有两根 我知道Pandora台湾家有买专门的挂键 让你突然打开的话 你这些挂键也不会掉下来 但是我觉得你本身就有做这种东西 为什么不在新的款式上面也做这种呢 所以这条整体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唯一的缺点就是它上面没有做threading 所以上面的挂键大家要非常小心 或者是你要去买它专门防止滑落的那种挂键 在Pandora我也是有买了一些配套的挂键 第一个也是这样子玫瑰金的 它其实是有两层的 第一层上面是有这个皇冠 然后是有像钻石的 然后第二层是一个稍微有一点点大理石图案的粉色石头 然后这样子 第一个呢它在当中是有一个洞的 所以你这样叠起来呢 你可以是看到第二层挂键上面的纹路 这个挂键还是蛮适合这套玫瑰金的手链 第二个挂键呢 我也是买着玫瑰金跟它配套的 是一个由紫色为主的叶子形状 然后可以看到它上面是有紫色粉色跟白色的水晶 然后反面也是一样的 最后一个挂键呢不是玫瑰金的 最后是一个银色的猫咪 我觉得这个猫咪是非常非常可爱的 然后其实我在旧的上面有一只猫咪了 旧的上面猫咪是一只单纯的猫咪头 然后它是在固定在这个链子上面的 这个呢我觉得就是第一 它的整个身体是非常可爱的 而且第二就是它是上面有一圈环环 你可以挂在上面 所以你可以晃来晃去 这个设计稍微跟我以前的猫咪不太一样 所以我也是个猫咪控也就把它买了 我把两个手链都戴在手上给你们看一下 这就是我以前旧的那个 当然很多时间没有清理了 有点脏不要介意 这边是新买的那一根 你可以看到上面所有的这些charm 它就是会被固定在一个地方 不会乱动 即使我把它打开的时候 它也是完全是在链子上面的 这条就是我新买的那一条 然后上面的挂件呢 它就是因为没有threading 它就是在整根手链 随意的可以跑动 这样子我已经把它打开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 很快的就全部 都会飞出来的 所以绝对绝对你不要站着 尤其是站在很危险的地方 本身它真的是很美 但是我就 我搞不懂为什么原本有这么好的design 你不去follow它 还有在Panel 里买的是这条项链 它前面呢是这种六角形银色的 然后上面是香水晶的 后面开口这边 它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挂的密封的配件 我觉得就是这个六角形是蜂窝嘛 配这个很小的密封 我觉得是实在是太可爱了 然后戴在身上的话呢 它是有一点点长的 是大概在锁铺下面的两inch吧 我觉得虽然是非常小 但是它很精致很漂亮 下面一位呢 做是在Anna Luisa家买的一条项链 这条项链呢 它是新型的 让我想起小时候 大家会带这种金色新型的项链 然后你可以把它打开 里面是这种爸妈当解放军时候的照片 但是它这个是不能打开的 它的链子呢 是用长方形而组成的 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特别的 戴在身上呢 是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非常好看 我开始还是担心 它可能会做像我所说的 有一点土土的感觉 但是其实不是 我觉得非常好看 看上去也是非常精致的 因为这次它们打折是第二件半价 所以我第二件就选择了这套耳环 上面是镀金的 下面是这种大理石 比较复古陶瓷的感觉吧 我又换上了Anna Luisa家的耳环 它其实上面金色跟下面 蓝色大理石是分开来的 然后我觉得是非常漂亮的 跟我这套衣服也是蛮搭的 我觉得这套Topshop的上衣 好像是蛮百搭的 我也顺便戴上了那个新型的项链 最后的呢是Kate Spade的耳环 这一款呢是上面有云朵 然后下面是一条彩虹的 我开始以为它的彩虹是那种像链子一样 你是可以动的 但其实它是固定的那种包装被我丢掉了 所以它本身不是这样子的包装 这一款呢我觉得非常别致的一点 就是在于它的后面 可以看到它后面做的Earing Backing也是Kate Spade 它的黑桃的形状 其实它家的耳环我大概有两到三幅 虽然是大概四五年前买的 那些呢后面就是一般的圆形的形状 所以这边做小小黑桃的话 我觉得还是比较贴心的设计 这就是Kate Spade彩虹的耳环 戴在耳朵上面的样子 然后你可以看到两边它的彩虹是 由红到紫色不一样的长度嘛 那你也可以就是两边兑换 看你是要长了一边在外面 还是长了一边在里面 这一套我觉得还是非常漂亮的 总体来说呢 这次购物入的衣服跟首饰都是蛮满意的 除了那条裤子以外 其他我自己觉得都是不错的 可能接下来的半年就要 省吃兼用努力上班工作吧 那视频也就到这边 欢迎您留言告诉我 你在2020年买到什么最创新的东西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